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方娘告诉儿子,方家必须给麦香一个交代,他找到杜德成写了份修书给麦香,但麦香还是留在方家,反倒是以后,镇东不能再进方家门。 史村下令轰炸机群起飞,务必找到西安赶往同关的重炮车队,将其炸毁。 刀客门为主的独立大队战士用帆布包裹树干的方法伪装成炮筒,成功吸引日军来轰炸。 史村收到空军战报,以为中国的重炮营已经全部被炸毁,下令进行抢滩登陆训练,尽快攻克同关,实现日军西进的计划。 就说,我无所谓,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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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给脸不要脸是不是,你以为我不敢说呢! 那就都别要了 你们都过来,我给你们讲讲! 都别要,都! 走,别要,走,别去,别拦着! 你让他说,我无所谓,你说! 你们老大 当年过河 为了看看鬼子啥样死了 家里的卖乡怕我跟他去 就嫁给了个死人 就是上门这祸 现在他风光了 成了抗日英雄了 你回来就不认人家了 你什么东西你 说不认就不认了 我告诉你 你不认是吧 你娘我认 我就压根不知道这事 我凭啥认啊 你知道个屁 你死了 人家闺女哪儿不好啊 这样模样有模样 再通关找不出第二个人 人又勤快 是 是 是 那咋了 就凭的是我妹 你见过谁 哪个老爷们儿 娶自己妹子的 呸 那是八台大叫 娶到咱们家来的 是你媳妇 是我儿媳 你凭啥不娶人家 你让我在那通关 怎么见人 我都跟人家麦香说通了 你说你有啥不能活的 你 你当初干那事 你你你你你你 你都活这么多年了吗 都挺好吗 挺好的吗 不不不认就不认 麦香都说通了 你咋就就就就就 待不下去了 麦香是怕你受委屈 怕我不让你进这个家门 那你让我进不就完了 钻得狗屁梦去吧你 你 你们都走吧 都走吧 我今天去在那陪伤了 走走走走 你们都走吧 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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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走呢 走 她开场 可是怕那个 左左比提冷啊 什么都说出来就麻烦了 你这是要开会呀 出操了出操了出操了 预备了 差不多 行了 你答应我 答应我就行 答应 行 我就不信了 你 娘 你咋来 你快回家去 你跟我一块回家 准备你的事了 你快回家 你跟我回去嘛 你回去 娘 你别管了 娘就这个命 当年喜欢上 那个薄情寡义的东西 一辈子要强 一把屎一把酿 把这货养大了 就指他 给娘露露脸 让同关的人 都高看我一眼 这好日子刚来 他就往我脸上泼屎 你说怎么养得这么一祸 你当着卖乡的面 你说说 你为啥不娶人家 我就是不想 你为啥 你说说个理由了 哪怕是你编的 你别逼我了 我这大小就说不了闲话 你别让我编了 不是我逼你 是你逼得我跟麦香 在咱同关没法活人 你说说个理由来 我说了你别后悔啊 你不想说就别说 要非说不可 你说个瞎话 说个啥瞎话呀 我压根就不会憋瞎话 那你就憋住 那你就说说实话 娘 老嫂子 你行了行了你别劝了 早晚都在说的事 再说我也憋不住了 夏儿 哥 对不住你啊 我心里 其实有人了 爷爷 你可千万别 闭嘴 这人 这 这是杜兰云 这就是方振东 一个赶上天揽月 夏阳拙憋的二杆子 在他心中 没有办不成的事 只要他想 你说啥 你把这话收回去 你说你说的是疯话 我 我没疯我说什么疯话 说的是真话 你让我说 胡生你 你们大伙都听见了啊 这个畜生他说他喜欢他嫂子 娘 你 你别听他胡说 是嘞 他是逼紧了胡说的 丢他闲人的脸 你不去 拜拜 算他 不想让我活他 算他 算他 你别逼着我 活不成是不是 不算他 你快点上来啊 他也上来了 你快门退下 已经上不下来 他也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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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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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开 快点开 行行行 你 你别说 抓住我 我答应你了 我答应你 答应你了 你先把它放下 你都听见了 答应我了 听见了 听见了 答应了 听见了 来来来 放下 快来来 行行行 咱回家吧 行行 赶紧别闹了 那你背着我 走走走 你背着我 背 背 背 来 背 走走 这脸撞去 你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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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设计 郑冬这人 你知道啊 从小呢 他就 这长大了以后的 你喝水 我没生气 我咋会跟他生气呢 我就是弄不明白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这个事你要问了 我还真做说不清 你不是问了他几个问题吗 他回来也认证地考虑了 可想来想去 这脑子里吓得都是你 七仙额也以为这是胡闹来 可后来发现 不对 这小子认证了 那这事就大了 这捅出去 这事里边 不光是你哥曼祥 那还有他爹 你爹 他娘 还有万子清 你跟万子清 定的又是娃娃情 你两个又没有不好 所以我就跟他说 这你算了吧 这个事 你就别在心里头 别住 打死也不敢往外说来 即便你非说不可 你也不能把两件事 并在一块儿说 今天这不是 赶事就赶在一块儿去了吗 我还就怕他说出来 雪上加霜 所以赶紧跑去 把你请来 我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总不好意思说出口吧 谁想到这个哈松 他给一勺灰了 这事儿可能也怪我 一心想着 帮方怡撮合他跟麦香 那天 我跟他说起麦香的事儿来 我也隐约感觉出点啥 我就把话题给岔开了 没想到他倒是痛快了 把我们给一国毁了 可这事儿 今天被他闹成这样 香五也捂不住了 好 问题是 大家以后咋见面咋处啊 说得是了 金才叔 你说 这事儿他不是冲着紫青来的吧 那不是 绝对不是 他就没有那个行样 这种事儿啊 也只有他方震东干得出来 也只有他方震东干得出来 恶事早就灵脚了 再两战 他差点就把我给憋疯啊 这祸 他要想弄成个事儿 他才不管你死活力 不弄成他是不可把数 这出戏啊 我这才刚开过 他查也得查 他查也得查 只是这心里头 去哪里的 他就是来姑娘你了 他就要你死活力 你了 你还没有 我还没想到你了 好 你还没想到你了 我还没想到你了 你知道吗 那是你未来的嫂子 你们俩好了人子清咋办 没没没商量 你误会了 这事就没人知道 我喜欢杜兰云 连杜兰云都不知道 她都不知道呢 说 说好了 不动手吗 她真不知道 是这么回事 我为了 我为了躲麦香这婚事 我得找个人商量商量 不能找你吧 我还不想让人知道这事 所以我只能找杜兰云 让她给我拿个主意 结果她给我出了三个问题 她问我 说在我最难的时候 最高兴的时候 做梦的时候 总能想起的那个女人是谁 那我就开始想 我从头想到尾 我想出来了 这人把我自己都吓一跳 你就没想到娘 我第一个就想到你 紧接着就是杜兰云 但是卖香我是真没想起来 真的 我想了好几遍 你说你能让我咋办 那你也是一剃头挑子一头热 胡静才也说过 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鹤肉 你就是癞蛤蟆 我愿意啊 你脸皮得那么厚啊你 我喜欢谁那是我的事 我管别人说啥呢 对不对 要不人家说我爸是个挂松 我原来还不信 今天我是真正看见了 放得那么好 一个闺女女不娶 你非要哭天抢地的 要去摘天上的星星 那是你能摘的呀 就像你娘当年我一样 非喜欢上你答 那不也是吗 有情有义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结果咋了 不还是落个了 棒打鸳鸯散吗 其实从兰姑那回 通关那天起 我这心里就嘀咕着 我知道 你们俩从小就一起玩 你们俩好 就怕闹出啥事来 我才把卖香闺女 弄在身边 你以为我真是缺个 打下手的人哪 合着泥早就合集好了 是吧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你要也没说 人蓝姑娘不好 人家好 好就能嫁给你啊 咋不能 你们能过在一起啊 咋不能 不是一路人 不是一家人 进不了一家门 你看着 我这辈子非娶她不可 我非把她弄在家门里头 你就是一混蛋 是个逆子 你将来这罪 你就自己受罢你啊 谁也帮不了你 谁也替不了你 行 不管到啥时候 你都得记住娘的话 你永永远远 都是方家的儿媳妇 娘这辈子 就是不认儿子 也不能不认你 她不跟你过 咱娘俩过 今天你先在这儿 委屈一些吧 娘有些话再跟她说说去 我…… 真是 你今你越来啊 他就不认识过 你会关心啊 是吗 是啊 是啊 我 你说 你要是那不讲理的人吗 那当然不是 那人家卖乡 是坐着八台大叫 进去咱方家门 这婚事你就这么给毁了 你让娘这脸往哪搁 娘年轻的时候做过傻事 这些年就盼着你快点长大 盼着你能堂堂正正地做人 风风光光地做事 也给娘正正光 正正明 正光正明 你也不能让我娶一个 我不想娶的女子吧 是 男女之间这事娘比你懂 那牛不吃草抢案头的事 咋也不干 这不是得给麦香一个 一个交代吗 这事咋算是个交代 你说 我听你的 你先咋做我不管 要不你就找杜先生去 你让我找她 啥意思 你得堂堂正正写个修书啊 把麦香给修了 行 这事儿 这事儿 我干 你听着 修书 修书一下 放假这个门 你永远都不能再进 为啥 修他呀 还是修我呀 你要他不要我啦 你要我的脸 你要摇脸 你要摇脸 这些年 你也没在康上睡觉 今天 就最后陪娘一晚上 就在这儿康上睡吧 妹 不要我了 我该 谁让你跟娘最亲了 我 兄 一拜天地 在外高藏 好 董哥 你能跟我去嗎 我知道 你真是跟我唱歌的音樂 你不想 我就想到你去吧 你不想到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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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著你以後照顧我 我會記住聽你的風光啊 舅舅 把這個動作出發了 你還出現了 母妮子 她真是个妮子 你说这 这是人做的事吗这是 俩孩子从小定得亲 全通关的老百姓 那是妇孺皆知 她就是个妮子 行了行了 消消气消消气 我能消气吗 这是乱纲场的事啊 蓝月啊 前几天子欣和你们俩 到我那儿去吃饭 那不还好好的吗 她不是冲我来的吗 刚开始我也担心 应该不会的 你知道啥 我看她 就是在齐同寨待久了 一身的废弃 这 这话就别再提了啊 那不管咋说 咱当年就是欠了人 刀客的钱嘛 冬阿那么小 就押到了齐同寨 从理上讲 那咱全同关的人 都欠人冬阿的 谁也没逼她去 是她自己愿意去 就算是欠拿的 她也不能天马星空胡来嘛 蓝云啊 那后来 你们俩见面了吗 没有啊 我叫你们来 就是想跟你们说清楚 还有子清 千万不要多心 我真的没有招她 从小在一起那么多年了 她又没能在万家长大 我总觉得她怪可怜的 总想帮帮她 特别是这次她过河 又成了尽随英雄 马队长还那么喜欢她 我就觉得 将来可能在守同关这件事上 她真的能出力呢 就是你惯的 抱怨 冤冤相报 何事了 这会儿 英子的心里头 你说 还不知道多难受呢 你这 脉香进了门吧 你不认 不认也罢了 可她又碍上 行了 行了 这事就这吧 她不先丢人 我先丢人 子清 达 你们放心 这件事我们会处理好的 就是 子清 子清 你真生我气了 我生我自己的气 当年要是我去了西同寨 就没这些破事 说让你别招她别招她 你就是不听 我真没招她 你不会也喜欢她吧 你啥意思呀 我只喜欢你 行了吧 别洗不下来的 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 中炮连的事情吗 已经落实了 现在炮就在运往同关的路上 真的 真是好事啊 我正在后沟选址 本来想让独立大队也参与到 中炮连的事情里头 都让她活给假了 咋参与啊 回头再说吧 走 走 那你跟我说说 走 走 走啊 嗯 你啥 家里边 你都不用操心了 我会照顾好娘的 你自己也照顾好你自己 你永远都是个好妹子 大了 她也管不了了 想咋弄咋弄吧 但不管咋弄 手通关的事 也跟子晴不能有二心 通关的老百姓 可指着你们俩了 我知道啥事大啥事小 小娘的时候 找我口信 回不来您可以去看我们呀 去看看 她没急吧 没急就 还说啥 就说这些 那你说我该咋办 你问我 我就怕你说呀 进拉没拉就拉不住啊 你说不可 说了咋了啊 不说 不说我得憋死 说嘛 说来痛快嘛 往下给咋几个证 你问谁 自己拉得识 自己坐回去了 你上哪儿去 去找他 你想好了没 咋几个给他说 我想好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得知道他咋想 就不得了 咋的 它 喂桑公 您看一下这个图纸 我觉得这个设计上 好像有一点问题 您看这儿 您要再改改 今天又不说话 早来了也不说话呀 没事 出局 等你不忙事儿再聊 进去说吧 门干啥啊 外套身太大 说话听不清 找我有啥事说吧 要是还是门口那些事啊 就不用说了 我已经知道了 那你要是知道了 那你就说咋办吧 你问我咋办 那我先说 你问我的那些问题 我都回去认真地想了一遍 但这答案 我自己都吓一跳 个个都是你 是 曼香那边我已经给回了 我娘也把我赶上来了 不让我回家了 就这 说完了 那是你的事 跟我说不着 不是 我 我没有讹你的意思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我喜欢你 我想知道你是个啥意思 我没啥意思啊 我不喜欢你 我跟你之间的事 我想都没想过 没关系 你现在想 来得及 我不用想 我想谁也想不到你那儿去 你在我心里就是个弟弟 一个敢做敢当 调皮捣蛋的弟弟 就像曼香在你心里 一直是个妹妹一样 你觉得娶了自己的妹妹 心里特别扭 我也是 我知道你喜欢我 我心里也特别扭 我不别扭 真的 我娶你我不别扭 你再说 什么弟弟不弟弟这事 那都是咱小时候打赌 我输给你了 我才叫你姐的 那你也应该知道 我其实比你大呀 可是心里年龄上 我确实是您急 那年龄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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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震东 你是不是特得意呀 从小到大你想干啥就干啥 想得到啥就非得到啥不可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收点魂 但也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吧 没关系 我都能改 真的 我可以改 以前子清常跟我说 咱们是不一样的人 我还挺不乐意听她这么说的 我总觉得 你就是比我们少读了一点书 少见了些外面的世面 可我现在才明白 我们确实是有很大不同的 啥不同啊 我不就比你们少认识点字吗 你说咱俩有啥不同 那你知道什么叫尊重吗 你知道什么叫感受吗 你懂得感情这个事情 不是只有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吗 杜兰瑜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现代女性 她不是那些可以强买强卖包办婚姻的农村小媳妇 这话你咋不早说了 那是因为我觉得就算我说了 你也不一定听得懂 我有啥不懂 你当我是猪啊还是狗啊还是大牲口啊 我没那么想过 行 那我问您 你要是不喜欢我 你干啥对我 那是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好 震东 我们能不能还像以前那样 做好朋友吗 如果我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误会了的话 那我现在就跟你道歉 对不起 行吗 那你想咋样 我不知道 反正我回不去了 你少拿对付别人那套来对付我 耍死狗在我杜兰云这儿办不到 你不用拿那么难听的话来恶心我 啥叫耍死狗啊 对付别人行 但你放心 对付你 我不会用的 因为我喜欢你 因为我喜欢你 我也告诉你一句话 这辈子 非去亦不可 终于我死了 那你就去死啊 好 我说放羊 我们俩今儿来着第三场了 你能不能停一停 听我们俩说说 走着耳朵也好使 看见你这样 也没啥好说的了就是来看看你 担心你一生气又走了 当年我死都不怕还怕我走 好 当然主要是跟你商量商量这个东瓦这个事咋办哪 能咋办 人家现在牛了我管不了了 也不想管吧 就只当这个人死了 那您这是说气话吗 少少少少少少少 这 啥气话呀 以后别跟我提他啊 我们家没这个人 我这后半辈子 就跟我儿媳妇卖乡相依为命了 也落个清静 你们走不走啊 行了 我要是离开通关第一个告诉你 快走吧 不走我走 你要当年朕把方娘娶进你们万家 就你这两下子 你兜得住这娘来吧 看啥呢 等你呢 你咋即可从这边 愿意 该你屁事 等我干啥 好 我妈快说啊 不用问了 都在脸上写着了 写啥了 写啥了 愿门 先请愿门 啥叫愿门 不就是提个亲让人给回了吗 说点有用的吧 看什么看 你俩个去谈话 最后两句说的是 是 我跟她说 我得娶她 除非我死了 她说 那你就去死 她这样说的 嗯 她这样说的 嗯 她说 那你就去死 那你就去死了 还没你可以说点种用 别别别 别想一想 想一想 价如你死了会怎样 我死都死了 我还知道个琼啊 我 不是说你 那说价如你死了 杜兰勇 会怎样 还不知道 她会不会 会不会 后悔 她会不会突然地发现 其实在她心里 喜欢的 是 在山西 她看见你 跑过来 露着你右派后背 右搂肩板 右垂前胸 我认为 她喜欢你 我也这么认 但是 她是杜兰勇啊 她家境好 个头高 眼睛大有文化皮肤白 又说了 万子清这么一门娃娃 万亲 所以 只要你像现在这样 你吃得包包的 活得好好的 你上时候去跟人家说这个事 人家上时候不会答应你 因为她是杜兰勇 人家要脸脸 人啊 只有在真正失去一样东西 或是一个人的时候 她才能突然发现 那个失去的人在心目中的 绝对未知 所以只要你不死 所以只要你不死 你不闹出点大动静来 你就不知道杜兰勇究竟心里是 咋几个下头 你就不知道你在她的心里究竟是 咋几个位置 对对对 说得是是是有那么点道理 那么我死一个 你 要不给我一刀 一刀不够 要不你给我一枪 哪怕打不中呢 那你得怎么弄死我 死不是目的 目的是知道杜兰勇心里的真实想法 而且你不能弄刀刀抢抢的 那样死得显着糊辣 死也要死得漂亮 要假死 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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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云草 马云草 喂 李游戏 小雨 小雨 你要干事吗 你别老跟着我 没你事 你别老干事 你告诉我 你滚蛋 聊点行里的事 你别老跟着瞎打你 早的了 早的 这一天到晚老跟着我 说正事啊 我娘啊 这两天关节严犯 关节疼 杜先生也开了副方子 其中有味药 这药铺里买不到 啥药 叫个啥 马前子 马前子 对对对对 你给我个七八粒 你这有吧 啥 七八粒 那可不敢 那一副药里也就是几钱 那么多那能堵死一片人 那咋办呀 你先给我 反正留着以后 慢慢吃呗 你先给我来个药物 有多少 五六粒 行吧 那你等我吧 我这儿也不多了 先拿这些 这是剧毒 剧毒 就这几颗 独立大队就没了 走 行 你疯了 这是毒药 怎么了 你 怎么了 咋� 药吃了 马前子 五粒 马前子 快点叫人 叫人 来 来人 快来人呐 来人 快来人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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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啊 快 快 走 走 快 快 快快 快 快 走 站开 他说那个马千哥 是给他妈治病的 结果他一口泉 全都吃了 也不知道为啥呀 你过程不要说那么多 快瞧杜先生想办法 快 快 快 阿德 先粹杯 这把筷子 然后把人给我吊起来 头上下脚上上吊起来 快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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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让开 让开 让开 关一下 拿这个筷子 压他的舌头 看能不能把这个马钳子吐出来 吐得越多越好 吐完了以后 给他喝点蜂蜜 哥哥 哥 吃点白糖 解毒 好 我去拿蜂蜜 我再回去拿解药去 把这个货人啊 简直把人能整死 你说他 他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呢 我女儿不喜欢他 他就能这么胡整 这满通关的人谁不知道 我女儿那是跟紫青 订了娃娃亲的 他这不是捣蛋吗 对 对 对 杜先生 没事了吧 这多亏来得及时 不然还不知道出多大的事呢 多亏你那马钳子是带壳了 要不带壳 早把他毒死了 好了 好了 我 我回去了 有事再笑 辛苦您了 震东 你到底想干啥呀 那马钳子能随便吃吗 你干啥事都是一根筋的 啥时候 你才能让人省心呢 都是我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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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该跟你说那些话 我把你害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不能死了 你死了你娘咋办 你死了你娘咋办 没想咋办 我 我该咋办 你告诉我该咋办 我都贴你的 我都贴你的 只要你能醒过来 我都贴你的 我都贴你的 你关心的是 你对我那么好 我怎么都不喜欢你呢 我喜欢你 可是那种喜欢 我 祖子 他说他喜欢我了 这招真理 混蛋 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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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是无聊透了 方正的你到底 你到底一天到晚 有点正事没有啊 我都忙成傻样了 你还有心思 在这儿玩这些东西 你喜欢玩是吗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咱俩谁也不认识谁 你不是喜欢死吗 你就去死 以后 你怎么死都别告诉我 别拉着我 不留了 留了 不 这个了 大事求我妈什么 这个是他喜欢的 是吗 当然 不太像 那你能看这个手 留 留了 走吧 我也出去出去 行 我喜欢他 枪械修理所 是重要的保密单位 连门口都挂的是 矿山机械厂 这个大家都清楚 最近的敌情比较紧张 为了加强咱们的 安全保卫工作 除了咱们自己的工作人员 外面的任何人 都不能放进来 特别是那个叫方震东的 你们都认识他 谁要是把他给我放进来 就给我脱了这身军装 那够了吧 堂堂三十八军独立大队的大队长 被个女人要死要活的 你说这传出去 不怕人笑话 谁爱笑谁笑 我还不能喜欢个女人 我输他你就行 就是 你说你现在要是 脱了这身军装 继续当你的刀客 你想干啥干啥 咋弄咋弄 没人管 但你现在是三十八军的人 就应该有一个军人的样子 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 老胡 一会儿你带方震东 去给渡工认个错 不过 缓和一下关系 我带他去 我知道跟杂鸡说 你知道啥眼 都是你出的搜主意吗 别说说你啊 别说说你啊 你真把鹅也吓一跳 我一大把全吃下去了 我还以为你也救不过来了呢 幸亏人家给你 难得感谢啊 我 郑郎 走啊 这肚子 还有点疼 要不 瘦 好 改天再来 那你咋就跟人家余教官交代呢 我是怕人家 真不认我了 你说咱就这么进去 这不是讨人厌的 这个 还真不好说 这一会儿手心一会儿手背 他到底哪面是真的 手心手背都是肉 哪面都有可能是真的 废话 你这话倒也没说 来 那就要跟你这么说 你待会儿你见了他呀 你这么说 你真心实意地说 啊 你说啊 我差一点就死了 诞生了不后悔 我也怨不得谁 不管你咋几个对额 为你做任何事 我是心怀情怀的 你这样一说 是个女人啊 还不愧不愧 你就是个骗子 你要记住啊 这一事不是心甘情怀的 站住 干什么 你看你看看 老三松呢嘛 这才几天不见就不认识了 找人 是 等会儿 刚刚收到厂部指示 从今天起 机械厂被设为军事禁区 任何闲杂人等 一律不得入内 准寺下去 禁区啊 进去 进去就禁区 谁怕谁 好 真不让劲 真不让劲 死的 哎呀 你先来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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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干啥 闹着玩呢 这不让劲 不让劲 啥都要不喜 修队修队 我们走了啊 自己扰 自己扰 你和那个方震东 到底是咋回事啊 打安 你听说啥了 我听说啥了 那满铜关的人都听说了 那您信我吗 那只是一场误会 我还是他姐 他还是我弟 可是无风不起浪 那 那空穴 哪儿来的风啊 他那个人的脾气 你还不知道啊 从小就是天上一角 地上一角的 我也是没弄明白 是咋回事 可 可问题是 这牵扯着一大堆的人哪 答问你啊 那你自己那个心里 到底是咋想的 说啥也没想 也是假话 可我仔细一想 我也知道 不可能 那你笑啥 吃的 穿的 用的 听的 说的 还有想的 这些就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那你倒有啥想的吗 可能就是因为太不一样了吧 再加上距离又很远 而且还有小的时候 那么美好的一段记忆 所以才会去想 才会被吸引吧 是 答听明白了 听答一句话 以后 就别再想了 再这么想下去啊 害人 也害记忆 这事啊 我们都商量好了 平息这场风波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们俩尽快撑架 黄道吉日我们都选好了 下月初期 是 那是个好日子 一婚庆 答 叔 关于我和蓝云的婚事 我在回同关的时候 已经和蓝云商量过了 这场战争不结束 绝不延婚 我不知道蓝云咋想 反正我是觉得 为了方震东就匆忙成婚 没必要 是啊 不 这 依着震东那个性子 他不一定闹出什么事来啊 大家到处都不好收场 您二老放心吧 肯定没问题 蓝云姑娘 这事放在别人身上我信 可放在他身上 哎呀 我相信 这事就是 厉害了 咱们 那要去 咱们 他们 还能去 咱们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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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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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喜欢不等于爱情 那咋才算是爱情啊 该咋跟你解释呢 爱情 可能就是两个人 心灵跟心灵之间可以沟通 在一起的时候 不用说啥 看一眼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有着共同的兴趣 爱好 还有生活习惯 这些咱俩都没有 没有可以学呀 真的 那些什么习惯 爱好的 我是不大懂 但我可以慢慢学 为了你连死都不怕 为啥学不成 我知道你不怕死 可这事真学不了 震动 咱俩真的不一样 这辈子 注定不会在一起的 你对我的情 我都领了 我会记得的 懂 你不回应这事 以后就不理我了吧 我只是想求你 以后别再闹了 你这么闹下去 只会让咱们的关系 越来越尴尬 以后我真的 我真的想理你都难了 你别再闹了 今天这事就到这儿了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你也别再提了 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吧 明白 其实我也不想着呢 就是 他也想跟你在一起了 他也想跟你在一起了 我真的是想去你 除非我真死了 我还是想 sushi 我 Bitcoin 你刚才知道 阿姨 阿姨 阿姨